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个病在临床上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 在腰腿痛疾病里面占到20%到30%左右 所以这是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病种 那什么叫做机上机械论的审查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定义 定义里面首先它要掌握它受伤的一个特殊的位置 在弯腰状态下 弯腰状态下 因为机上机械论带它是腰背部非常前表的一层短组织 也就是非常前表的一个论带 机上论带它复杂在极度正中线 极头跟极头之间 就是极头的尖端 覆盖在整个机柱上 机械论带它覆盖在什么 相邻的极头之间 所以都是非常前表的 那为什么在弯腰状态下容易受伤呢 所以弯腰状态下是不是在前弯的时候 是不是机上论带跟机械论带受到一个牵拉 也就是说它是牵拉至今达到它的最大的一个程度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在机上论带、机械论带受到一个充分的牵拉的情况下 再加上一个外力的因素 比如你在弯腰的时候上面人家给你压了一下推了一下 这个时候你又没有做任何事项准备 那这个时候就容易伤伤了 还有一种情况下负重 所以为什么说机上论带、机械论带在伤伤 就是不要进来、不要进来、不要进来、不要进来 现在在设像了 他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他这个时候呢 他这个时候负重的时候已经是什么弯腰状态下 这负重是不是等于说增加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力量 那这个额外的力量加上去以后 就是实际上就是加到了一个机上论带跟机械论带 受到牵拉的一个强度 就像一个橡皮筋一样它已经拉到最大的程度了 然后你再给他加一个力量 牵拉更加厉害了 是吧 大家试想一下 同样一个部分 举个例子以橡皮筋为例 如果你把一个橡皮筋牵拉 把它固定在这里 是吧 一个新的橡皮筋拿过来 把它牵拉状态下 把它保持的位置 如果你牵拉好了 当时把它拿下来 它还是正常的 是吧 如果你放在这个橡皮筋里 你把它放在保持这个牵拉状态下 你放个一个星期看看 你一个星期这边拿下来 这个橡皮筋还能用吗 肯定不能用了 是吧 所以说 在这个弯腰已经是牵拉了 然后再加一个外力 或者说负重 为什么说一些搬运工 是吧 火车上的这种搬运工 尤其是货车上的搬运货物的 它时间长了 就一个慢性腰腿痛的 时间很多都是 所以你知道吧 急上急进来在身上 所以首先知识的一样 它是一个弯腰 然后呢 在弯腰的知识下 受到一个外力或者负重的 是一个 引起到损伤的一个潜力条件 光有这两个条件还不行 为什么 有的人都每天搬东西 为什么张身受伤 李氏没受伤呢 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潜力条件 非常重要一个条件 什么呢 腰肌突然发失利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前期位的时候 这个时候什么机型下 维持这个人体 能够维持人体 这个弯腰的知识呢 是一个什么机型啊 对了 受结肌 或者成为底结肌 底结肌是我们 维持人体知识 包括人体弯腰知识 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机群 那这个腰肌的突然实力 指的是哪一个机型的突然实力呢 主要是底肌肌 非常强大的底肌肌 那什么情况下 底肌肌会突然 没有准备状态下 也就是没有进入这么一种 非常稳定的 非常有准备的知识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省上的我碰到一个病例 就是在杭州的一个小学 他们上体育课 结果他们体育课就做一个游戏 老师叫前面一个同学 三个同学站在那里 然后弯腰 手扶着鞋盖掌 然后这样 然后后面一个同学冲过来 把手对他背上一摆 然后把他跳过去 相当于做一个跳马动作一样的 一个游戏 好了 结果有个男同学来了 他们有能流换的 结果有个同学来了 一个同学相对比较瘦的男生 小学生 他完整在那里 还没准备好 后面一个胖子冲上来了 碰一下 对他背上一摆 他是跳过去了 结果下面这个坐马的 男同学马上就倒在地上 很痛 巨痛 实际上他这个姿势可能没准备 准备好就没有这个事情 他可能手还没放好的时候 刚弯下去 后面这个同学把冲上来了 背上一摆 好了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准备好的姿势下 就是 机上的机械论带已经处于一种最大的牵拉位置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 腰肌底结肌又没有跟上去 力量又没 就是他的支撑的力量还没到位 是吧 还没有处于一种非常强大的保护指示 那这个时候怎么样 受伤 所以这三个条件 在定义里面是三个核心的词 一个是弯腰 第二个受到外力 或者是负重 第三个条件 腰肌势力 腰肌势力 都会引起损伤 再举一个例子 像举动运动员 什么情况会受伤呢 举动运动员举个例子 你杠铃抓起来 弯腰抓起来往上去 如果你发现举不上去 你放掉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是一般来讲是不会受伤的 什么情况会受伤呢 就是说他举起来的一场 就是他这个重量远远超过了他能够举的重量 然后举起来的时候 突然发现力量不行 然后一下子丢掉 那这个时候是非常容易受伤 就是说他 次举的重量 如果远远超过他能够举的重量 那这个时候 审伤是非常 就是容易受伤 为什么 底肌肌这个时候就会突然失利 底肌肌会突然失利 所以这三个条件 在这个肌上肌肌认在审伤里面 是最重要的 弯腰 手外力或者负重 腰肌突然失利 那掌握了这个定义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 它这个阶上论带 包括阶阶论带的一个结构上的特点 那阶阶论带或者阶上论带 它最主要的一个结构 是什么呢 是胶原阶底组织 胶原阶底组织 胶原阶底组织有什么特点呢 它是非常致密的 非常柔论 也就是可以用一句成语来说 就百质不老 非常坚韧 非常强大 但是呢 它这个血功很差 还有呢 就是什么呢 它呢 就是说 没有弹性 几乎没有弹性 那没有弹性的情况下 如果它能够 没有弹性 不是说它一点都不能受到牵扰 它可以受到轻度的牵扰 但是牵扰了以后 怎么 因为它弹性比较差 所以它牵扰的一定程度以后 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你再加一个外力 或者说它这个牵扰力量 超过它本身能够承受的力量 这个时候就出于什么 容易撕裂 比较轻度的撕裂 它是什么 是胶原接地组织的部分纤维断裂 严重的话 会引起整个 这个胶原接地组织的一个撕裂 是吧 第三个 我们要 要介绍一下 这个基上基界论带的 它这个 解剖生理 那解剖生理的讲 基上论带 它是连接 基图的 尖端之间的一条论带 而基金论带 它是连接 相邻的 基图跟基图之间的一个论带 那具体的一个 解剖位置的一些特点 我们看下面一张图 那这张图显示的就是一个 基上论带 基金论带 包括跟周围的其他论带的一种关系 这个是一个腰椎的一个正宗史章位 正宗史章位的话呢 这个是基图 椎管 这是椎体 椎间盘 水和新微碗 连接上下的基图的尖端之间的论带 基上论带 基图跟基图之间的 在这个部位上的 基金论带 基金论带 往前 往前 是什么论带 黄论带 黄论带前面是椎管 椎管在前面是什么 后中论带 椎间盘前面 前中论带 对于基上论带 要掌握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基上论带的起指点 基上论带 起于第七颈椎基图 止于底正中介 就是说 从第七颈椎基图开始 到底固 都有基上论带的覆盖 这是一个起指点 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基上论带 它不是说 所有的基上论带 都是全覆盖的 基上论带 分为三层 三层 第一层 最前表的 它是与皮下组织相连的 它的覆盖范围 基本上是从第七颈椎 到第三腰椎基图 就是从第七颈椎基图开始 到第三腰椎基图 直接是由第一层覆盖的 然后从第三腰椎开始往下 就没有了 所以说我们从背部正中线 皮肤上面摸上去 能够摸到的最前表的一个论带 就是这张论带 在正中线上 第二层主要是连接 相邻的第一到第二椎基图之间的一个论带 还有一层 第三层 主要是连接相邻的基图间断之间 而且它跟这个基图是连在一起的 从这个阶段的跨越性来讲 最前表的一层 一般是跨越三到四个基图 一般是三个基图左右 第二层 跨越两个基图 第三层 一般来讲就是上下 阶段之间 阶段之间的一个论带 所以说我们刚才讲到 从第七颈椎到底阵中级这一段 实际上是最深层的一层 基上论带 它是全覆盖的 然后第一层跟第二层 基本上是从第七颈椎到第三腰椎 也就是说第三腰椎 也可以这么说 从第三腰椎开始 到底股这一段 实际上只有基金论带覆盖 而基上论带基本上没有了 尽管有第三层的基上论带 也覆盖在从13到底谷这里位置 但是实际上它的力量是非常弱的 非常弱的 那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就是从第七颈椎阶段 到第三腰椎阻 是保护性是非常强的 既有基上论带覆盖 也有基金论带覆盖 到第三腰椎以下 就只剩下基金论带了 所以说从警戒到13这段位置 如果出现基上论带 基金论带省伤的话 大家想一想 首先受伤的应该是基上论带 还是基金论带啊 对了 基上论带 因为当人在前去位置的时候 基上论带跟基上论带 哪个论带受到的签拉更大 当然来自基上论带更大 最前面的更大 所以说从第七颈椎基督 到第三腰椎基督之间 如果由基金论带省上的话 那肯定基上论带已经省上了 对不对 因为在前去位的时候 基上论带是第一道防线 基金论带是第二道防线 而到了下腰椎 就是从第三腰椎以下 由于已经基本上没有基上论带覆盖 只剩下基金论带的 所以省上的话就直接上到什么 基金论带 所以说由近 从景气到凶腰椎 基金论带一般来讲的就是说 如果有基金论带省上肯定已经发生在基上论带省上 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 基上论带是第一道防线 基金论带是第二道防线 但是基上论带省上有基金论带是不是一定省上 不一定的 就是有基金论带省上不一定有基金论带省上 但是如果有基金论带省上 从景气到凶腰椎到 那肯定已经有什么 基上论带省上了 而从腰椎到底这个位置 那基本上就是单纯的基金论带省上 所以这是我们讲 其字点 要注意的 那基金论带 同样也分三层 也分三层结构 但是基金论带 它跟基上论带相比 强度来讲 它比这个基上论带稍微要弱一点 因为基上论带 它是有非常致密的 胶原基地组织组成的 而基金论带相对的说 有比较疏松的一个基地组织组成 尽管里面也有少量的弹性纤维在里面 因为从这个景气到腰山 这个主要是通过基上论带起到一种保护作用 基金论带 那基金论带里面起到什么作用呢 基金论带有以下几个作用 第一个 基金论带它跟基上论带 共同组成一个 要追前去位的一个保护论带 这是第一个作用 基金论带 基金论带的第二个作用 是桥梁作用 什么叫做桥梁作用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 基金论带的后面是基上论带 两者是融合在一起的 基金论带的前面是什么 所以说基金论带在位于基上论带和黄论带之间 它就像一个桥梁一样 把基上论带 基金论带和黄论带连接成一个整体 组成一个非常强大的腰背部后车论带 这是第二个作用 基金论带 桥梁作用 第三个作用 基金论带还起到一个稳定追体 防止追体的前后滑移的作用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符 由于基金论带位于相邻的寄托之间 所以说如果你这个追体如果要往前移动 容易不容易啊 不容易 如果你要往前移动 基金论带把你牵拉住了 如果你要往后移动也不行 它也把你牵拉住 因为基金论带它是什么 它的机械位的排列是斜的纵向排列 它像网一样的 以重性为主 这样的话它对这个追体的前后位置的移动 起到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限制跟保护作用 所以这张图符 我们主要是了解一个 基金论带和基金论带 还有黄论带的空间关系 它的起子点 尤其是基金论带的起子点 要掌握它的特点 特点 那这样的话 在临床上我们讲 基金论带 全大多数的基金论带 都覆盖到13就为止了 说明从13这些点来讲 13这个点是一个什么点 是一个薄落点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13很多这个 不是13很多 就是13这个基金这个点 为什么说临床的出现压痛点的机会非常大 因为它刚好是处于一个薄落点 因为到这个为止 刚开始就没有基金论带覆盖了 只剩下基金论带了 所以说从压痛点来讲 基金论带 基金论带省上 13以上的 一般来讲 压痛点是比较前表的 因为首先是基金论带省上 而13以下的 基金论带省上的压痛点 往往是生压痛 也就是位于基金跟基金之间的一个生压痛 大家假如看一下 假如这是我背部的一个解脱 这个高级的这个是解脱 然后呢 如果是腰上以下压痛点 往往是什么 一个如果是身上比较轻的 只有这个基金肩上有压痛 基金跟基金之间没有压痛的 那如果说腰上以下有压痛 那就是不是说这个基金肩上有压痛的 他基金基本上没有论带了 在哪里压痛啊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在基金跟基金之间 基上论带的身上 所以从腰上以下的 压痛的位置来讲 出现的是一个生压痛位置 那这个是一个他的解脱生理 灵长上是非常重要的 熟悉的他这个空间结构和解脱生理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并因并极 那引起这个 基上论带的省上的并因并际的讲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基金省上 基金省上的最常见的一个 就是多介于歪腰状的一下搬运重物 为什么 我已经讲了 因为这歪腰状的一下 基上论带的基金里处于一种 最大的一种牵拉位置 是吧 他的已经 他能够允许的一个弹性长度 已经牵拉到最大了 这牵拉状的一下 再加上一个搬运重物 加重他的省上 那这里还要掌握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我刚才已经提到过 一个基上论带 他终止于134季度 临障意义来讲 就是说134季度以上的省上 往往来讲 基上论带合并基金论带 同时省上 就是先省上基上论带 然后再省上基金论带 基金论带省上 肯定伴有基上论带省上 那14以下只有基金论带省上 所以说14以下的一个 如果是由于基金论带省上 引起的疼痛 肯定是一个基头间的一个生压痛 基金省上以外 我们讲还有一种省上 是慢性老省 那慢性老省一般都会建议这种 长期万腰工作 长期万腰工作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例子 一个橡皮筋 长期处于一种切拉状态 没有时间回复 长时间保持这么一种切拉姿势 那这个时候就会引起一个 交易而接地组成的一个论带的 一种慢性的一种省上 所以引起这个 基金论带省上的激励主要是两条 一种是跟这个弯腰搬运众务 引起的激励省上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一种长期万腰工作 长期万腰工作 主要考虑到职业特点 长期为一种工作 不要以为单纯理解为一种功能 农民这种 举个例子 一个人长期坐在办公室里的 实际上也是一种长期万腰 这是一个病因病急 看来病因病急有了 我们再看一下 它这个临床表现 首先我们看一下 基上论带的临床表现 那基上论带的省上表现 首先我们当然 由于它这个基上论带的省上 跟它的病死是非常有关系的 就是长期万腰搬运众务有关系 所以要非常详细的询问病死 什么职业的 在什么知识下受伤的 都要问清楚 问清楚的病死以后 然后这个痛的位置相当重要 注意这两个字中线 基上论带的省上 它这个医药痛点 肯定在中线上 也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东面 如果这个痛点 不在这个正中线上 那就首先就可以 把基上论带的省上排除掉 基上论带的省上 它的痛点肯定是在中线上的 因为基脱在中线上 它是存在于连接基脱之间的 基脱的一个论带 所以它这个要痛点肯定在中线上的 所以这个定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它的痛点在这个基脱旁开两厘米 那你有没有可能是基上论带省上 就不可能了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基上论带的 而且它是个 我们刚才讲到了 基上论带 就是最浅层好了 它的跨越的基脱 一般的要不超过三个 一般的讲是 所以说它这个压痛点的 一般是固定在什么 一到两个基脱 一到两个基脱什么概念 基本上两个厘米左右 两个厘米左右 就是它的腾痛范围是一条成线状的 像一条折线一样的 然后呢 一般的讲是在两个基脱 左右的范围之内 还有一个 我们要 平常要注意 触摸一个腰背部的基脱力 因为基脱力在省上 那这个相对应的 其他的一个基群 就处于一种基脱力增高的档体 那这个基脱力增高 主要是一个 对上性的增高 弥补 由于基上论的省上以后 腰背部的一个力量的不足 所以处于对上性的腰部基脱力增高 那这里要掌握一个特点 病人在描述症状的时候 往往会跟你这样讲 就是说 往往当他弯腰之后 要站起来的一刹那 这个时候病人感觉到疼痛最厉害 或者说 这个时候最困难 为什么 哪个同学能说一下 为什么说 这歪腰要起来的一刹那 这个时候症状最重呢 来 你说说 为什么在起来的一刹那 这个时候感觉到最疼 或者说最困难 因为腰部的肢内就是 签拉之后 然后收缩肌腹 就是变肌腹进来 然后产生疼痛加重 就像那个橡皮筋 它的深处之后 然后突然就放开 就是也有个冲力 好 这下 讲到了一点 还有一点是什么因素呢 因为它这个机上来的审商了以后 这个时候怎么样 它这起来的一刹 实际上它这个机上来的本身 它是没有收视功能的 那这个时候 它在万一要起来的一刹 这个时候被捕的其他的机群要发力 包括背阔级斜方机 包括底阶级要发力 那这个时候我们讲 机上论带它不是独立的 它跟周围的一些论带 成在这个移情关系 就是互相是重叠的 这个时候我们讲 机上论带已经牵牢到最大程度了 已经受伤了 这个时候当你要起立的 是不是机上论带周围的 其他的机群要收出 这个时候收出的过程中 它瞬间的时候要起立的 这个时候发力是最大的 这个时候我们讲 这个西洋林的机群的收出 对机上论带产生一个什么 迁拉 西洋林它已经迁拉到最大程度 这个时候最加一个力量 对它进行迁拉 这个时候是不是感觉最痛 所以这个时候 但是等它起来以后 又感觉到不是很明显了 为什么 因为起来以后 这个时候 它这个主要的一个机群的 我认为主要是由底级机内完成了 所以不会说 因为底级机是很深层的 它不会对非常前表的 这个鸡上轮带造成一个钱了 所以这个时候他反而不明解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临床的碰到一个病人 跟你描述 医生啊 我就是在弯腰弯的时间长了 然后一起来的时候起不来 一定要手扶了才能起来 或者说一起来的时候很痛 然后起来又没事了 那如果跟你这个时候描述这个症状的时候 你一定要首先要考虑是什么 这是一个鸡上轮带身上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症状 就是要弯腰起来的一刹 这个时候非常困难 或者是非常疼痛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鸡上轮带身上 那鸡上轮带身上我们讲 腰山以上的 它是合并鸡上轮带身上的 也就是说腰山以上的 如果鸡上轮带身上 肯定鸡上轮带已经省上了 而且省上的不轻 甚至断裂了 就是腰山以上 往往是合并鸡上轮带的严重损伤 然后腰势一下 单独省伤 腰势一下单独省伤 那这个时候跟这个 鸡上轮带的 跟鸡上轮带的覆盖面的不同 结合起来理解 鸡上轮带的省伤 它是以停起瞬间 非常困难 或者剧痛为主要的灵状特点 那鸡上轮带身上的特点是什么呢 鸡上轮带身上的特点就是主要表现为 病人会跟你描述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典型的 非常特殊的一个症状 是什么呢 就是说 弯腰的时候病人会感觉有一种断裂一样的痛感 就是会病人跟你描述 说哎呀医生啊 我弯腰了转起来的时候感觉腰跟断了一样 腰实际上有没有断了 实际上有没有断 什么东西断了呢 季节论带 严重伤伤 所以说那这个断裂的位置 是不是很低的 一般来讲的下腰椎 就是这腰是以下 改到这个位置 哎呦医生我起来这个腰好像跟断裂一样的 那这个断裂一样 什么感觉引起的 就是一个季节论带身上一致 所以这个症状是一个病人跟你描述 这个腰部的时候跟断裂一样的 要想到是季节论带身上 那底肌肌呢 这个时候我们讲处于一种什么 由于季节论带我们讲 省上了以后 说明它肌上论带跟季节论带的保护症用都已经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什么呀 就必须要靠什么 底肌肌来完成一个人体的一个直立姿势 所以这个时候就底肌肌又处于一种精卵状态 所谓精卵就是强力收缩状态 因为它原来是机上论带跟基金论带 辅助去底肌肌共同完成一个维持人体直立姿势的一种状态 那第一道方向跟第二道方向都已经被突破了 没有了 那必须靠第三道方向 就是主要靠底肌肌自身来完成这个维持人体直立姿势 包括维持人体弯腰姿势这个功能 所以这个时候就底肌肌就处于一种什么精卵状态 所以就看一种体表上触摸到就会触摸到 记住两侧的这个有一个精卵的一个肌群 摸到就很硬 所以这个就是临床表现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检查治疗 且注意事项 机上集结论带审商 压痛点的寻找非常重要 压痛点肯定在正中线上 这是它一个非常有特征性的特点 一定要牢牢记住 如果你把这一点丢掉了 你这个机上集结论带就搞糊涂掉了 它的压痛点是必须在正中线上 因为其他地方没有机上论带跟机上论带的 如果这个机上论带不落在正中线上 那这个首先就是第一诊断 就把机上论带审商给排除掉了 还有一个调述状态的出现的位置 如果说是机上论带审商 它这个调述状态肯定是不是出现了 因为这个机上论带肯定是在触摸机上论带的时候有调述状态 如果是机上论带审商 那它这个调述状态出现在哪里 在机上论带审商 在机上论带审商 也就是机上论带审商 也就是机上论带审商 那如果机上论带合并机上论带审商呢 两个同事审商呢 那就是说机上有压痛 机上跟机上之间也有压痛 所以说在调述状态寻找的时候 如果是单纯的机上的一个压痛 那这个应该是审商最轻的 其次是什么 机上 机上和机尖论带都有审商 但是要要是以下要注意了 要是以下的压痛点 机上是没有压痛点的 只有在机多跟机多之间 也就是只有机上机尖论带的审商 还有一个陆纹试症阳性 什么叫陆纹试症阳性呢 就是说实际上就是做一个弯腰动作 因为这个时候 因为机上论带机尖论带审商 有病人的位置 持力只是比较困难 比较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讲可以叫病人在 扬位置完成 扬位实际上就像当一个 持力位的一个什么 弯腰试炎 叫病人躺在场上扬位 然后两手抱胸 然后做一个前驱动作 前驱动作是什么意思 就是对这个机上论带 机尖论带造成一个权劳 这个时候就出现疼痛 甚至不能完成这个外腰动作 那这个动作要跟什么 要跟这个 驱颈试炎要继续间别 入文师证实上 主要是检查机上机尖论带审商 而驱颈试炎是检查什么 有没有椎管内的压迫 所以这两者来讲还是有区别的 那讲到治疗之前 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下 注意事项 机上机尖论带的审商的话 即兴起是不宜进行治疗的 就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简单的病例 这个小学生在跳马的时候受伤 即兴起不能治疗 应该自动 然后是冷敷 然后等他即兴起过了以后 再进行治疗 一般来讲自动的时间要求是多少呢 一般是一到两周 就是在治疗期间 我们讲也要 叫病人限制一个弯腰动作 如果已经确认是机上机尖论带审商 一定要什么 绝对禁止弯腰动作 因为弯腰动作是加重 他一个机上论带跟机尖论带审商 还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护腰 一般来讲要病人配合一个腰尾 然后保暖 注意保暖 那注意保暖 我们也可以叫病人做多乐福 也可以去泡泡温泉 那这个是非常好的 对他促进他这个 机上机尖论带来的恢复 是非常有帮助的 治疗来讲 主要是分成三步操作 第一步操作 在审商的机上论带 机尖论带为止 以爱罗法为主 进行一个 全部的一个 拦阻止审泄手法治疗 那这个拦阻止审泄手法治疗 主要的目的 我们讲主要是解除 一个全部的一个延证 因为机上机尖论带审商以后 它肯定有一个什么 冲血水肿淤血 肿脏 慢性期以后 它还会跟周围的一些 软组织 产生一个练练 这步手法完成以后 往往病人会感到 肌精卵减除 疼痛减轻 炎症 得到很好的吸收跟消散 这个时候病人感觉到 疼痛减轻了很多 症状 减轻改善非常明显 然后再用手 沿着肌柱从上往下出摸 触摸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呢 有没有一个 机上论带的一个 偏移 相当于中医讲的金出巢 机上论带都指着 沉测于正宗现场 但有的时候 它损伤得非常厉害的时候 因为机上论带跟周围的 其他静某有个异性关系 就是相连的 其他静某手术 有可能把机上论带 迁到边上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要通过一个手法 把它拨正 就是让它机上论带 回到它正常的位置上 然后第三步 插法 那这个机上机接论带 用插法的要注意一个什么事项呢 要注意要沿着这个 机上论带 机接论带的一个走行方向 进行插法 假如这个是一个被捕 是吧 寄托 那你插的时候呢 这个是不允许的 不能采用横插法 横插法的话 我们讲可以进一步加剧 这个机上论带 或者机接论带上 那插法的时候 应该是正确的操作 应该是沿着这个机上论带的一个 或者说机接论带的走行方向 是吧 应该直插 那直插的话 我们可以用 起到一个很好的树立基金 解读精卵 同时我们还可以起到一个 尽快地促使这个机上论带和机接论带 恢复的这么一种作用 所以我们讲这个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跟这个治疗一讲 我们只要征用这几个原则 同时要注意保护 叫病人要绝对地自重 卧场休息 绝对禁止做弯压动作 那这个呢 在临床上 如果你诊断明确 治疗组织得到 那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理想的 只要你治疗 其实我们讲机上论带在审上 临床上可以取得非常显著的疗效 好 我们关于街上和机接论带的 审上的这个疾病 我们就介绍这里